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2077中的武器 更加准确的说是武器系统 以及出现在游戏中的远程枪械 视频将会分成四个部分 分别是武器属性 武器分类 游戏中出现的部分枪械的介绍 以及其他和武器有关的内容和想法 如果你还没有点亮关注按钮的话 记得戳爆它 因为之后我还会出更多2077相关 因为大家可以试试一键三连的功能 其实挺好玩的 好了废话之后让我们进入正题 武器属性 在18年演示视频中我们可以知道 枪械基本上有7个属性 分别是DPS Damage Per Second 武器每秒伤害值 武器的主要属性 在装备面板里显示的武器唯一属性 基本上玩家可以通过DPS数值 来大体判断这把枪厉不厉害强不强 PNT Penetration 传透力 可以判断一把武器应付敌人装甲的属性 那由于每个游戏对于装甲和穿透的计算不同 在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 我个人猜测可能会对装甲产生额外倍数的伤害 ACC 精准度 ROF Rate of Fire 射速 可以反映出武器在一定时间内的射击次数 在游戏中所显示的数值 可能是每秒射击次数 在武器商店的目录中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中还会出现另一个和射速有关的单位 为RPM Rate per minute 每分钟设计次数 Recoil 后座力 当开火时 武器能把玩家推倒的力气 简单的说 后座力越高 武器在开火时的摇晃程度越高 导致越射不准或是更不好控制 Spray 散射 就是武器准形的大小 Range 范围 理论上来说 如果目标超出武器范围 则会完全没有伤害 或是伤害极低 一般情况下 离目标越近 武器可以输出的伤害越高 那这些属性呢 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 基本上大多数射击游戏 或是FOPUS游戏都会涉及到这些属性 那所以在这里呢 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武器分类 游戏中武器大体上分为三类 分别是智能武器 科技武器 以及强力武器 在2018年演示视频的左下角 以及19年演示视频的右下角 会用缩写S T P 来代表不同类型的武器 那智能武器呢 配备有可以追踪敌人 并射出可以弧线飞行的子弹 在演示视频中 当使用智能武器时 画面中会出现这个巨大的方框 在方框内部的敌人呢 就会被武器锁定 在2018年演示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V使用这把智能武器的画面 那除了最外层边框外 在V射击时 还会出现第二个不断缩小的方框 来减少武器瞄准的范围 另外 当V缩进视线瞄准敌人时 边框的范围也会减少 那具有瞄准敌人的枪械 可以说是首层档的不二之选 科技武器可以携换不同的武器模式 或者是称为射击模式 那强力武器呢 则可以蓄力发射 来达到高爆发以及高破外力 甚至达到穿透水泥墙体的表现 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不同的 关于武器的分类和介绍 那这些呢 只是我个人总结的 或者是我个人的理解 另外 在2018年演示视频中 我们还看到了这种 可以透过强体反射 来击杀掩体后面敌人的能力 那这其实是一个武器模组的能力 名字叫跳弹瞄准系统 但在视频中呢 这个模组被安装在了 这把强力武器手枪上 说明可能任何武器都可以添加 具有不同功能的武器模组 武器介绍 在2018年演示视频中 我们其实可以从武器商店门口 看到玩家可以购买的武器目录 那我们就从这个目录开始讲解吧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这个目录只出现了几秒钟 画面相对不是那么清晰 导致目录里面的一些小字呢 看不太清楚 例如这些文字 所以有可能我的理解会有偏差 其次在目录中所显示的价格 为出租价格 而非武器的购买价格 那么关于武器出租的问题呢 我会放到后面来讲 最后想说的是 根据这个目录 以及武器图标 和官方图片的命名来看 MOS同一武器 有多个不同的名字 那么这些不同的名字呢 可能是因为武器的不同等级 或是不同属性 或是不同模组来定的 那在接下来的讲解中呢 我会把具有不同名字 但是为同一外形的武器 合在一起讲解 MALORINE RIVER MDE-1984 -45ACP手枪 也就是科尔特式自动手枪 30RPM 也就是每分钟设计四处为30 50YDS 45米设计范围 出租价格为25欧元每小时 那至于什么是科尔特式自动手枪 请大家自行百度吧 我其实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那虽然在演示视频中 V并没有使用过这把枪 不过我们的好机友Jackie 却使用着这种枪 并且是双枪 并且还有镀金皮肤 另外 在演示视频中 轩文帮老大Royce MOS也使用了这把枪 军用科技RKD-12 Federated Arms Vindicator 军用科技M-10AF Lexington 9毫米自动手枪 1200RPM 32米射击范围 25块钱每小时 强力武器 那这把枪应该是玩家 最熟悉的一把枪了 在18年演示视频中 V所使用的就是这把自动手枪 在V的公寓中 我们可以拿到这把 拥有特殊名字的西游手枪 所以这把枪应该是玩家 可以从游戏一开始 就会获得的枪械之一 从官方给出的图片 我们可以知道 枪口处有康陶工业字样的 枪口配件 那不知道这是否是游戏中 玩家可以更换的武器配件 或是模组之一 枪体上有S-N 0002371字样 一直程制造 那这个S-N呢 应该就是指枪械的序列号 另外康陶的logo上 有国联的字样 V所使用的这把枪的 弹架鞋的量为21发 另外有两种开火模式 分别是F7-A和S7-A 分别表示全自动和半自动模式 另外在官方给出的图片中 游户帮老大本来也是使用这把枪的 不过在演示视频中则一清别练了 Arasaka Ronin HS8 Budget Arms Blender Bus 科技武器 在18年演示视频中 V从游户帮领地中获得的一把限弹枪 有两个开火模式 半自动以及CHD CHD应该是视频中所说的强力射击 拥有更高的伤害可以穿透墙体 但是需要蓄力 我个人感觉这把枪虽然是高科技武器 但其价格应该非常的亲民 因为在18年宣传片中 不管是街边商铺的小商贩 还是贫民窟的流浪者 都使用着这把武器 康陶G-58点 康陶Type-41 康陶KK-68 10毫米步枪 952PF 200米射击范围 35块钱每小时 智能武器步枪 拥有两种模式 分别是FA和BST 弹架数60 在演示视频中 我并没有找到第二种模式的演示片段 所以我也不太清楚这种模式是什么意思 那从官方给出的图片我们可以知道 此枪的保险在枪托处 这里显示MagRail图片 小字翻译为电磁轨道系统 下方小字为 MIL-STD-CP-2077 37×12毫米 CP-USC99-0001 那MIL-STD应该代表为军用规格 下边显示此枪为执法或者是军队使用 枪管处显示CL-SER-4-2452 那这里有多个按键 这两个按键分别表示测试和锁定 或者是上锁的意思 另外这里居然显示 中文名字为康头 在枪体另一侧的这里 有运转中部件字样 这里显示CEPY.3293819333DEST.AADK.T18750 下边显示CL-SER-4-2452 这里显示XLRAE450L345086 另外从官方给出的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此枪可以进行一定比例的缩小 那不知道这是不是代表可以节省一定的携带空间 另外在游戏中的创伤小组也使用了这把武器 Noah Griffin AC-104B 这把枪并没有出现在游戏视频中 目录里的文字也很模糊 所以目前我还没有更多的信息 不过在V工艺的军火库中我们可以发现形状类似的海绵空缺 具用科技ARC-44 具用科技M-3EA-AICW 4.7毫米 2200RPM 585米射击范围 35块钱每小时 科技武器 弹架数30 拥有两个射击模式 全自动 以及CHD 也就是强力射击 可惜在演示视频中 不貌似没有出现用强力模式的画面 在演示视频中 V可以在轩红帮领地获得这一把西游武器 那这把枪属于企业级武器 不管是从理论上还是面板上 伤害应该都是很高的 不过在演示视频中 V只使用了一小下 好了 那在武器商店门口的武器目录都已经介绍完了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其他的 没有出现在这个目录上的 官方给出的武器图片 以及V使用过的武器 Constitutional Arms M2067 Defender 强力武器 轻击枪 弹架数100 拥有自动和半自动两种开火模式 在19年演示视频中出现多次 从官方给出的图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 例如这里的DT-9 这里的DT-9 M2067字样 那不知道是贴图弄反了 还是故意这么反着写的 那这里系有6.56毫米乘以52 极限企业执法人员使用 Confederate Arms Inc.NC-85 美国制造序列号244-REA FX-92-99 那这里的商标下面有 2707-1512-KB DT-9 M2067字样 枪托上写有 L30-130-715 那这里应该是 这个武器制造商的logo Confederate Arms 是一家在美国的 武器制造厂商 那另外这里的标签上写着 这把武器的序列号 0001-2707-2203-1403-1608 在卸下弹夹的图片中 弹夹上写着 M2067 Defender 6.56毫米口径 序列号 32-07YN14K 军用科技轴死盾枪 强力武器 自动和半自动 两种开火模式 在19年也是视频中 被V从炮台上 手撕下来的重型轻机枪 但最初出现在 18年宣传片中 倾倒福帮派老大 手中所持 之后当然在18年 也是视频中也出现了 那另外说个题外话 在19年也是视频中 英文版只写着炮塔 而中文版中 则显示 军用科技周斯顿字样 但是不明白 后面的乘二是什么意思 军用科技MR21ZARA TOGA 强力武器 9.2毫米冲锋枪 弹夹数30 有自动和半自动 两个档位 在19年也是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V有一把绿色 也就是非凡品质的冲锋枪 并且有110的DPS 和官方给出的参考图 做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在19年也是视频中 V的枪多了 红点瞄准镜 以及效应器 那应该就是 这里的两个方框 所代表的改装 而在这里的武器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添加的改装部件的细节 但是我又想到了 一个可能性 会不会官方图片 展示的只是普通版本 或者是说 白色普通品质的枪支 而正因为这把武器 刺带了这两个配件 所以才变成了 绿色非凡品质呢 另外 这把枪也可以变形 这里显示 此相有三个档位 分别是上锁 SOLO 以及BURST 那这里写着 夜之城制造 序列号为 1924-08牛逼 这里的R和Apti 不知道具体代表的什么意思 这里有浅浅的 具用科技logo 以及9.2毫米 Zara Toga 1924-08牛逼字样 在枪体领椅侧的弹夹上写着 聚合物加强性弹夹 与9.2毫米子弹适配 不知名左轮手枪 在19年演示视频中 我们可以发现 V在击败东方老大 掩人王的时候 就是使用的这把左轮手枪 这把枪属于强力武器 有自动和SA两种模式 那不知道这里的自动模式 和之前提到的F1模式 是不是同一种模式 我个人感觉应该是同一种 不知名先的枪 在19年演示视频中出现过 属于强力武器 有自动和半自动两个设计模式 从外形上来看 并没有太多赛博捧客 或者是未来科技的风格 可能属于比较低端的武器 那像这样的低端 或是廉价的武器呢 有可能在2077中 会被部分 自尽不是特别充裕的帮派 所广泛使用 武器系统 以及其他的有的没的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 游戏中关于武器的一些事情 从19年演示视频中我们知道 游戏中存在五个属性大分支 以及十二个技能小分支 五个大分支呢 对应着人物的五个属性 十二个技能小分支呢 对应着这五个属性分支 而在这十二个技能小分支中 有四个和远程枪械有关的分支 分别是手枪 步枪 现代枪 以及狙击步枪 所以游戏中的所有枪械 都会归于这四类的其中之一 例如突击步枪 轻击枪和冲锋枪 就都归于步枪这一分支 那技能所对应的属性等级 决定了该技能的等级上限 例如当人物有四级反应时 那么相对应的手枪 步枪以及刀剑的技能等级上限 也只到四级 玩家可以通过在游戏中 使用相对应的武器 来获得该技能的经验值 从而提升技能等级 每个技能下呢 有五个专长 每两级技能等级 可解锁一个专长 但这里只是解锁 玩家还是需要花费专长点数 来学习专长的 每个专长最多可升到两级 并且无需升级低等专长 就可以解锁高等专长 那高等级技能呢 除了可以解锁更多专长外 也会让玩家更加熟练 该技能下的武器 例如当手枪技能升级后 可以减少换子弹时间 减少耗作力 添加更多帅气动作等 关于武器的自定义系统 目前还不明确 但是武器是肯定会支持 自定义系统的 例如更换或添加效应器 瞄准镜等 在18年演示视频中 我们可以看到 V所使用的武器上 有两个改动模组 但是这里不知道 是武器只有这两个改动插槽 还是表示武器 已经改装了两个模组 另外既然我们的好朋友 Jacket的枪有金色皮肤 那么游戏中 可能也会有武器皮肤系统 在18年演示视频中 我们得知 V的老四五搞好了 可以随时去拿 那这里可以有两种理解 第一种是 这把枪是之前 V在这里购买的枪 现在到货了 另一种是 离之前把这把枪放在这里 用来升级或是维修 而现在已经搞定了 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理解 另外从武器店门口的目录 我们可以知道 武器店有武器租赁服务 但是服务费用 是按小时计算的 那么在最终版游戏中 会不会保留预购枪械 以及武器租赁服务呢 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会 一是玩家应该可以 在对战中获得武器 二是在游戏中 以小时为单位计算价格 比较难以追踪和实现 一旦忘记归还武器 那么玩家就需要 支付高昂的足利费用 那还不如直接购买一把武器 在游戏中 武器有四种伤害属性 分别是物理 热能 化学 以及电子 那目前来说呢 貌似V没有使用过 物理之外的武器类型 而在游戏中 我记忆里也只看到过 轩偶帮老大 用外骨骼战甲 发出过热能攻击 那么在游戏中 是否会存在 不同的子弹类型 从而可以在同一枪之下 切换不同的伤害类型 还是会存在特定的 具有特殊伤害的武器呢 另外 既然Jacky可以使用两把手枪 那么我推测 可能手枪的某个技能 就是解锁双持两把手枪的 那最后想说的是 从所有2077的视频来看 游戏中的枪械种类 还是相对较少的 在出现过的视频中 出现的枪械可能不超过20种 那希望在最终版本游戏中 可以看到更多的武器种类 那游戏中呢 除了枪械武器之外 还有双手武器 近战武器 以及刀剑武器 那这个刀剑武器的图标 在英文版本中 这里写的是Blades 所以我个人感觉 应该特指螳螂刀 而双手武器呢 我们目前貌似 只看到过野人王的传奇锤子 而近战武器则有武士军刀 应该也会有 类似小刀砍刀之类的武器 那么游戏中会不会有 弓箭或者是弩枪一类的武器呢 那如果有的话 应该会归在哪一类别的技能里呢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 一起讨论交流 至此我已经简单的介绍完了 在游戏中的部分枪械 那本期视频呢 也就到这里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夏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